我就是有点担心 因为时间确实很紧了 我刚才听到这一遍 几乎是没有听到任何感动人的 我们没有练习过两件事情 我们跟老师就是一样的担心 可是我们只是会需要努力 然后就是把舞安排好完 然后唱歌 然后把这两个合起来 就可以这样子 反正就是在这个歌曲里 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唱和跳 还是要有一定的分开一点点 我们不能说为了形式感而去形式感 为了跳而去跳 为了唱而去唱 在月姐的那第一次副歌出现之前 我觉得姐姐们都可以是诉说的感觉多一些 也不需要刻意地要唱出来 比如说心姐你的那个唱曲 你就可以沉下来 我是觉得你声音好听是在低音 在诉说的感觉 所以你就把你唱成诉说的就好了 到了月姐的这个 我亲亲你 你还说亲亲 刚才也有点用力多了一点 对 再轻一点 好 其实我们是希望姐姐们都好的 对 但是在我来说 我算是一个旁观者 是一个观众的身份 那比如说我想问问你们希望这首歌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感染别人 我们大部分都是唱歌 我们每在唱的时候 我们会把歌词用身体去表现出来 这是大部分现在的简单的重点 其实本来是希望这首歌就是 编成一幅像画一样 然后中间有一些在唱的几节 然后层次的变化 然后有一些流动 加上一些进去 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没关系 我都理解了 完全理解 我只想探讨一下 比如说如果观众在台底下 你们想过他们最直接的方式 能马上地感受到 是流畅的动作 还是流畅的音乐 声音 情感 就是你们觉得 因为对我来说 观众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们打分 然后现场观众能 包括这个作品 我现在听到也是传播出去的 所以即便是大家 是不是没看到舞蹈 和画面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东西 来吸引到观众 或者是听众 对吧